老花一每日一答回答一下吃宝门的眼花问题 很这话说你是为什么老拿着手机 这是一个提词器啊 要看一下花儿没那个问题 第一话说老花一元旦快乐 天下所有的话我们元旦快乐 他说有很多白色的点点好像扣不掉啊 您这个兰花是一点问题没有啊 但是呢咱们能与世外接触啊 他会有一些个采花贼 他吸了就跑 你这个不用担心很正常啊 是吧 他又他觉得吃了几口吧 以后吃饱了 可能又换地方吃去了 这种都一般是飞虫类的 这个不用担心啊 没什么事啊 最好是用一些沙网隔离一下 毕竟养花的一块嘛 就是做个类似于蚊帐的那种 能起到很好的一个防盗作用 我是说的那些小虫来盗啊 你这么压弃的生活被小虫踩走了 老花你好啊 刚开始给你宣扬花 三脚梅追了蛋铃甲符合肥 帮助他重新长枝条嘛 这个一定要给足光照 一定要给足光照 光照给的足一些 像咱们广东的话 你晚上的时候最好是套个塑料袋 白天的时候打开 这样的话利于它的保湿 会促进它的一个叶子 跟枝条的滋生 好吧 多塞在太阳 可以的 应该是没问题的 另外呢 三脚梅浇水啊 就是干了以后再浇啊 略干一点 它爱开花 下一话说 花一你好 帮我看看咋了 老长黑斑 黑斑病吗 咋治啊 谢谢 这个就是咱们浇水的时候啊 容易有一些个稍微出现一些个小的一个闷根的一个情况 这个问题不大 您用的是沙土 现在能做的就是把表面的土去出来一部分 如果说家里边碰巧有那种多菌磷或者之类的杀菌剂 可以该浇水的时候适当的惯一些 另外的话要补充一下肥料增强一下它的抵抗力 这种的话呢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只是三两个老叶片这样 问题不大 好吧 就是日常的养护多用点心就好了 老花一我买的实用玫瑰花 种下去了 什么情况 一颗 在大盆 为什么比小盆种在大盆里边长得要快 那肯定啊 我老是跟花儿们说这么一句话 小盆养花 大盆是养王八 因为王八需要充足的一个空间来活动 而花花就不一样了 花花的话呢 喜欢那种小盆里边干丝循环略快一些 只有干丝循环快 植物很聪明 这个水老是不够用 他就开始长根根长得多了 叶不就长得多了吗 他就开始 叶子长多以后呢 他光合作用根系长多了以后 他充足的去吸收的一些个水分和营养 你盆大了就不行 是吧 你就记住那么一句话 穷人家的孩子找张家 脱了吗 吃吧 老爷找到啊 你帮看卢安松是不是有点问题 又黄黄的麻烦了广东 没事 该捡的捡啊 多晒晒太阳 你这个挺密的 是点肥啊 问题不大 我叫宝贝 挺好的 养罗汉松这个东西 你得练 你像一般咱们练的养这些小盆景 都得养个十盆八盆的那种 稍微便宜一些 长得快的 经常练习一下修剪啊 造型啊 肥料这一块记得用 用一些奥律一号 或者是你要好一点的话 你可以买咱们 那种花了多优质 可力控制肥啊 直接给他撒上 一百天一回 还很省心 关键在于 对吧 都得练啊老花一也买了调篮剂酸性铁客服混在一起用 分开一个星期用怎么用 刘酸亚铁可以和刘酸铝一起用 好吧 也可以分开用 这个怎么都行 就跟咱们说 老花又买了两瓶酒 有的人跟我说 在一起喝 一顿给他喝两瓶 有的话说 分开喝 随你 好吧 你要了解的 调篮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就是小铝甲酸林 这五个点 一个主要目的 咱们为了调篮 主要的要素 就是这五个字 我就不详细的说了 您可以翻翻之前的视频 好了 今天的养花问题就到这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我是老花1 养花剧转1 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